你也要吃饭 你也要吃饭 我都可以倒霉 我都可以倒霉 有冰水吗 没有 我们这里最低消费是一百五 然后三瓶啤酒包含在里边呢 两个人一错就三百 三百六 还有服务费 两位请慢用 喝酒吗 有时候 我从来不喝 什么时候开始跟徐天好的呀 美好 我问的不对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徐天的呀 喝酒 喝酒 你喝他喝啊 我陪客户喝 他送我回家 这些酒 不喝浪费的哈 但我不会喝 可能会醉 你别笑话我啊 我也喝 你肯定小红 这种地方我从来没来过 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广场舞我会跳 那你们肯定不喜欢 丽姐 别叫我丽姐 叫我刀立 刀立 要说什么 你就说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从小到大 到现在的所有事 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多呀 不多 为什么想知道 你说完 你说完我就告诉你了 你说完我就告诉你了 我也说我的 我保证我没有恶意 一点恶意都没有 真的 是 我告诉丽姐外滩搜后A座 她肯定去了 对是下雨 我和小朵一直半会儿回不去了 丽姐今天晚上住着 她床单都换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盯着我看啥 你啊 你 你背后长眼睛了 后背被你盯得只痒痒 那 那你现在转过来了 你前辈痒不痒 变态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贾小朵 别激动 激动了以后狂犬便容易发作 喝点补充线能量 压制一下体内的洪荒之力 好 好 好 小朵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 要不然 说每一句话都打起来 我看见你我人就冷静不了 那说明我让你激动 冷笑会儿啊 你别笑别笑 我跟你说件正经事 我可是很认真的 你还有正经事呢 讲 我来上海快两年了 我现在想考虑一下我的终身大事 啥意思 嫁人 你 你 你不是说过你要回四川造房子的家人吗 房子是要造 但是人在上海家 这 这跟我说 说干什么 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这屋子里现在就是你一个活的 我 我是觉得啊 这种事情呢 不要冲动 一定要想好 我就是怕冲动 所以我才要跟你商量嘛 这也太突然了吧 我再等我怕我嫁不出去 那不可能 你条件方方面面 我相信 我相信 相亲网站给我安排的 星期五一个 星期六一个 星期天一个 这周一共三个 你 你上相亲网站干什么 这网站你也相信 哎呀呀呀呀呀 这叫广撒网 你要没事 你就跟我一起去呗 我就说 说你说我弟弟 种地 帮我把把关 贾小朵 你 你面子咋不太好呢 贾小朵 你 你怎么能 能 能 能说我是你弟弟呢 还种 种地 也不好听啊 还耕 耕田呢 我年纪比你大 行 那就当你是老婆 酒还挺好喝的 要不再来两瓶 不用了 小的时候在少年宫 学舞蹈 弹钢琴 初中高中 年年都是前三名 大学的时候全额奖学金 研究生毕业 进了世界五百强 将来还要去巴黎 就这些 我呢 十岁 爸爸就不见了 妈妈改嫁 去了广东 我高中还没毕业 就要出来打工 后来是徐天的妈妈 把我带到了盐城 就要说了 一直到现在 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就是想告诉别人 我不容忍 你鞋子真漂亮 他说了 说什么 他买了 说了 那包也是他买的吗 你穿什么都漂亮 莫莉 去到洗手间等我啊 鸡汁了 不好意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让他付过了 但他没买你的 一个人150 反正这儿是服务费 一百半 谢谢 还以为你走了呢 你去哪儿 回店铺 是徐天室哥那辆车 认识路吗 打车 打车就认识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咱们还没说完呢 没什么说的 我大老远的 从严城来一趟 你就听我说说嘛 你看你紧张的 我不紧张 不拿出来太可惜了 那这喝醋不正经啊 白花三百六 出来太亏了 再进去又三百六 更亏 你又不在乎钱了 哪有啊 再说谁不在乎钱啊 是 他在左楼是我管 说起来是老板 但是不和徐天结婚 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徐天喜欢你 我又不懂道理 就更什么都不是了 说得对不对 你爱徐天吗 你说呢 各位旅客十分抱歉 因为天气原因 今天上海方向的车子 全部全销 各位旅客可以改变 你天气上海的车子 举大家到 六号通口办理手续 工作人员会协助处理 谢谢您的理计 妈 我在车站外边 到底发不发车呀 不发车我接你回家 取消了 那快点出来 你这么喝呀 不正经计 不正经计 你知道 有点脾气吗 脾气 要不然 我把他脾气的缺点和优点 先都告诉你 不要说 不说 以后慢慢相处起来 也好 要相处就不让他走了 我不想放弃 不想一辈子 现在就看到头 赵子慧 你们俩说的话一样 我不是说 但徐天是男人 这话他对我说过 是因为有了你 但你也说这话 只能说明你根本不在乎他 就像他不在乎我一样 就像他不在乎我一样 我在乎 你不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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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意 老天都不让你去上海 有道理的 明天我就去 明天也不要去 刚才是不是给他们打电话都不接 别说你没打电话 打了 怎么说 没接 你看 是不是 他们碰头了呀 谁都不好当面接你电话 这种时候你冲过去 反而添乱 事情会更复杂 等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 分别都会给你打电话 到那个时候 你掌握了情况 再制定行动计划 妈 你以为这是打仗的呀 不是打仗 是打比方 你说说 你心里担心谁更多一点 我烦都烦死了 烦不不要烦 摆明的是担心小丽更多一点 是不是 赵子惠呢 人不坏 如果你非要她 我也没办法 但是你听妈一句话 这个弄不好 还是个过路的 她能有小丽这么迁就你 有小丽这么在乎你 她有本事 她冲到严惩来找小丽呀 那样事情反而倒好办了 你还嫌不乱啊 事情都是你弄出来的 我嫌乱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跟赵子惠什么事都没有 我还说屁话 姐儿 我们说话不要传给小丽听啊 知道了 嘴上说答应了 你转过身你就传了 就没杂enson 那我们也在里面 把它呢 也就是 是 谢谢 拍张照片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别动 再拍一张来 你是徐天的女朋友 那你是她什么人 赵子慧 送你三句话 好好听进去 第一句话 你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穿的笔挺 小白领干干净净 以为写字楼进进出出 就可以在上海站住脚 其实没有这个梦 上海这么多楼房 没有一间你买得起 这么多车 没有一辆是你的 以后也一样 心太高了 命肯定薄 第二句 你表面上 看着蛮可怜的 其实心里边谁也瞧不起 暗地里咬牙 以为没人治的 结果就像蚂蚁一样 不知道哪天被谁踩了一脚 就什么都没了 你胡说 最后一句 徐天为了你 离开我离开妈 家业什么都不要了 你能为他不要什么 什么都舍不得 自私得很 女人要顺男人的意 男人做什么都是最好的 在一起就算吃苦也是开心 你现在天天吃苦 其实心里边根本不愿意吃苦 跟谁在一起吃苦 你都不愿意 胡说八道 我都不愿意吃苦 活血真大 今天晚上徐天来 明天一早我就走 人让给你 总要让我说几句气话 不然不公平 你好 好 要车吗 要的 戒指还给你了 我待他就是个孝了 别往心里去 我是来撮合你和徐天一 我和你不一样 我和你不一样 只要徐天开心 我再难过也是开心 你好 去哪里 走 就说这事 就是 小火 大火 来 ... 他 我 真正在 呆 有 日后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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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走啦 停一下再走 好 汐儿 丽姐 廷哥回家了 没来上海吗 高铁取消了 不过听哥说明天还要去 阿姨劝他不要走 让他等你和赵子慧的电话再说 知道了 看到赵子慧了吗 看得清清楚楚 我说见面没有 不说了 我明天回来 师父 最后一班公交车几点 差不多没车了 我们走 就降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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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明天到 别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白领 你是厨师 我很穷 你不穷 我自私 你对我太好 我想飞 你想走 我很麻烦 你没必要 子慧 你说什么呢 我配不上你 道理对你挺好的 早点结婚 不要为我挂念 还有好多事情 明天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最后一次 要是不认识你就好了 就不会那么累了 子慧 好了 手机没电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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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李姐 天哥电话 我找他没事 好 我挂了啊 子慧呢 回去了 你们见面了 说什么 说道理 说啥道理 是他应该和西天在一起的道理 我告诉他 碰到西天是服务器 叫他不要错过 不然后悔一辈子 真这么说 我来深海就为了这个 话说清楚了 你就都顺了 不然我夹在中间 他们两个也不可能在一起 好 李姐 李姐 又我是天哥 我不想说话 要睡了 明天早回呢 那我把店铺钥匙留给你 不用 等你们来了我再走 好 天哥 李姐睡了 明天回去 她怎么不接电话呀 不想接 我明天过来 你要是为了子慧就来 来了就不要回去 要不然就不要来 天底下没有再比 李姐对你更好的人了 你啥意思啊 她这次来上海 就是为了说通你和子慧好 告诉子慧碰到你是服务器 怕说不清楚 夹在中间 你俩到不了一起 不可能 刚和子慧谈完 不相信你自己问啊 好 你不想吃啊 好 好 要不想看 回到不想看 这四位 mers 有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庄 少庄 这头死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来了 你哭过了 没有 我以为你哭了呢 见到道立了 我刚刚从店铺回来 道立就住那儿了 他说 他心甘情愿把徐天让给你 还说你俩在一起 他才开心 我知道你不想说 但是我想知道啊 心里有个数码 我跟徐天什么都不会有 也不会再见面了 他回去结婚 不是说清楚了吗 已经都说清楚了 反过来了 这种事情你不能客气的 徐天他明明喜欢你 就比道立多 还是逃婚来的 这种事怎么能让人家说算就算呢 会后悔的 我跟你说啊 这做人吧 一定要多为自己想一想 你看少众我就不会放过的 我先弄个上海户口 那以后孩子上学都会好一些的 睡了 你良心太好 谁都欺负你 睡吧 你让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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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姨 早啊 你昨天晚上叫我们少仲租三 你听见了 我这个耳朵啊 被你们练得灵光得很 你听见了你不帮我叫他 大半夜的猫叫春哪 才不给你们搭线呢 我找他有事 有事白天说 走了啊 我去店铺开门了 你下午来接我 装修走不开啊 修车啊 你后面保险杠到了 你也不是他的司机 你还帮我修车嘛 修车谁花钱哪 保险哪 弄好了一分钱都不用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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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真的要走 事办完了 留在这儿干啥 等一下徐天来了 看见我该不舒服了 现在就走 送你 不用 等下装修工人来了 看到店里没人了 我打车很方便的 李姐 子慧呢是我们的朋友 按说徐天的事情 我不应该乱讲 但是你实在是对得太好了 她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人愿意 不愿意 苦也是福 不愿意 福也当苦 不愿意她好 她愿意和赵子慧过日子 我们就都有福了 走了啊 我真的送她 对 少周 不愿意她 刚才店里的装修图我看过了 就是不知道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子慧看过 环境挺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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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